志工们先把糯米放入铁锅翻炒 参入各式食材和香料 等到粥面冒泡煮开之后 再用大勺子搅拌 香气四溢的腊八粥就完成了 包括新一区松油里和佛光山的志工 一大早就忙进忙出 烘调热腾腾的腊八粥 因为全都要送给里内的长辈们享用 那个因为纪元刚好是那个佛光山 我们那个连爱分会 我也是连爱分会的成员之一 所以特别在新一区 新一区四十一个礼里面 特别在我的礼上面 做个寒冬顺南的腊八粥的活动 也是我们佛祖的诞神纪念日 长期关怀银法族的松油里长张海秋 结合佛光山 联合医院松德院区 以及松油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关怀长者活动 佛光山特别出动志工熬组腊八粥 要让长辈们进行享用 吃得软乎乎的 刚好就是今天这个十二叶就是辣叶 刚好是给大家一个温暖的那个粥 是一点点的那个心意而已 就是大家给享用这个 这个腊八粥以后 大家有好的一年 本身也是佛光山成员的张里长 在传统辣八粥前夕 特别准备辣八粥提供给福德区域 八个里的老人家享用 松德院区也提供干粮以及生活用品 希望让长辈们能够在冷冷的天气里 感受到暖暖的人情味 台湾大大北十位新闻超能华采访报导 现在怎么做 啊